他是智商极高的越狱犯 曾经两次越狱成功的 他是多个国家的通缉对象 虽然已经逃出了监狱 但女友萨拉的死 却像一根锚钉一样定死在心头 他已经追踪杀人凶手三个星期了 他观察到司机马虹打开车门 詹姆斯和杀人凶手格雷琴 一身正装走进了酒店 麦克紧随其后 伪装成服务人员也混了进去 此时的詹姆斯单独来到一间总统套行 掏出5000万美元 购买了一张内存卡 从天花板上取下一个机器 准备复制一份内存卡上的信息 麦克已经跟到了这里 他拿枪指着詹姆斯质问 格雷琴在哪里 格雷琴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 他说自己并没有杀死萨拉 当时在小黑屋里 萨拉就逃掉了 詹姆斯趁机掏出手枪对准了麦克 麦克只好放下武器 詹姆斯悄悄从桌上顺走一张报纸 然后将假的内存卡 塞进报纸放在花坛上 片刻后 一个满头白发的公司街头人 将其取走 不久后格雷琴在沙漠里觐见了将军 原来詹姆斯上交的内存卡 竟然是一片空白 这让将军不免怀疑他们失忆 另一边 麦克打电话向哥哥林肯作证 问他当时在盒子里 有没有看到萨拉的人头 但由于地下室很烂 他并没有把人头抱起来警察 这让麦克重燃了希望 他开始翻看留言信项 还真有一条留言说 有萨拉的消息 并约麦克见面 可和自己见面的 居然是前高级探员马虎 说自己和詹姆斯正在联手对抗公司 那张内存卡被称为希拉 只要得到它 就能彻底的摧毁公司 可问题是 想要读取希拉的数据 就必须闯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地理 那本丢在索奈监狱的鸟类指南 里面本来有能帮助他们 更容易闯入的信息 但现在却在T-Bag手上 并且萨拉确实还活着 但现在处境非常危险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一枚子弹就直击詹姆斯的脑 迈克花一整机就出来的人 就这样轻易下险 公司最强大的杀手黑哥走上前 掏出詹姆斯怀里的希拉 就潇洒地转身离开 黑哥将希拉交给将军 验证是真的哄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并交代黑哥杀死所有之道 希拉秘密的人 沐西哥边境 一辆满载偷渡客的大卡车 缓缓驶来 贝里克和苏克雷 竟然从里面挤不出来 可他们明明在巴拿马的索奈监狱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就在三天前 昨那监狱发生了暴动 监狱被囚犯们烧成了灰烬 90%的犯人被狱警当场射杀 而他们两人以及 T-Bag刚好是逃出来的人 马宝男贝里克 已经提前联系了母亲来这里接她 苏克雷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玛丽的姐姐抱来了刚出生的女儿 姐姐悄悄朝对面使了一个眼色 原来她怕苏克雷拖累妹妹 居然提前通知了警察 苏克雷很生气 然后急忙从消防通道逃走 贝里克正在下面等她 车子还没起到 就被一大批警察团团包围 出来还没一个小时 就再次被逮得进去 同样逃出所奈监狱的 T-Bag可谓是相当滋润 在修女的帮助下 她拿到了黑老大的所有存款 她永远都无法忘记 曾经无数次迈克都对她见死不救 她取出一碟美钞 败别了这个世上唯一欣赏她的女 在助理小胖的安排下 两人搭乘了一辆前往美国的黑车 T-Bag大肆吹嘘着 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领导才能 但两名司机对这些莫不关心 他们在意的只有T-Bag包里的钞票 一名司机悄悄拿起 藏在座位下面的鞘口 镜头一转 司机抢走了他们所有的钱财和食物 只留下那本毫无用处的鸟类指导 没有食物和水 他们又该怎样穿过 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 另一边 公司的顶级杀手黑哥已经开始行动 当来到马虹前七家 没有得到运动的信息 直接将马虹的全家残忍杀害 得知消息的马虹急忙赶来 他不顾自己冲击犯的身份 想要冲进房子 查看妻儿的情况 警察告诉他 如果现在进去 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可想而知 里面的情况究竟有多么的凄惨 在第三季中 最大的赢家菲林肯莫属 不但自己和儿子都没事 还成功挖了詹姆斯的墙角 他隐约感觉到 自己被公司的人盯上 就在拉着全家离开时 却被公司的杀手堵了个几 虽然将公司的特工杀死 但巨大的枪声 引来了附近巡逻的警察 最终也被当地警方抓捕 另一边的麦克 还在四处打听萨拉的巷 他一个电话 打给了萨拉父亲生前的朋友白衣 可惜电话刚接通 一群警察就将他团团围住了 麦克被带到了一个审讯室 和他见面的是 国土安全局的高级特工泰国 而詹姆斯正是他派到公司的问 现在他已经被杀害 所以希望麦克答应 加入寻找希拉的警 如今你的哥哥林肯 已经被巴拿马警方带 只要你答应 我们随时可以将他引渡回美 见识到国土安全局的行动速度和实力 麦克开始心动了 但泰罗同时表示 政府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次行动 而我则是你们的直接联系人 你们得到希拉之后 然后潜入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 将他破解 正在麦克犹豫要不要加入时 有人斥巨资 居然将兄弟俩保释了出去 原来 此人正是萨拉父亲的朋友白衣 白衣将麦克带到一栋房子 推开门一看 站在对面的正是朝思暮想的萨拉 时隔多日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相拥而起 这一晚 他们整夜都腻在一起 当看见萨拉背后被摧残的伤痕 麦克内心充满了心痛和自责 可突然 一枚子干涉了几 原来是公司的杀手黑哥赶到 麦克终于明白 除非弄垮公司 否则他们这群人 永远都没有安宁之日 第二天一大早 麦克就见到了曾经的越狱小伙伴 这些人都是他加入希拉计划的要求 泰罗给麦克等人都准备了新的身份 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 在没有使用阵痛剂的情况下 麦克忍着剧痛将满身的纹身全部清洗 但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他们已经卷入一场 更大的阴谋之中 这是两人被困在荒芜人烟沙漠的第三天 T-Bag一边撕下手上的书籍冲击 一边鼓励小胖不要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但万万没想到 趁着T-Bag休息时 小胖竟然一棍子朝他捞了 原来小胖想要吃掉T-Bag的满脊 可心恶的晕头转向了他 只是被T-Bag轻轻一推 就撞死在了石头上 看着小胖的尸体 T-Bag无比的痛心 然而就在此时 一股邪恶的念头 同样闪现在他的心头 地上就多了一堆燃起的沟火 他拼尽全力将小胖的尸体拖向火堆 纵使以前杀死过无数人 但唯独这一次 让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愁 又是三天过去了 但回想起来 总是不由自主做 沙丘背后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 原来是两个玩山地越野的年轻人 经过此地 看着T-Bag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年轻人提出在他一城 带两名贵人的帮助下 T-Bag终于顺利回到美国境内的圣地亚格 他之所以来到这座城市 是因为那本鸟类指南上标注了一串特殊的数字 按照书中的指示 T-Bag成功找到一个共享储物轨 输入密码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些证件 加上又从报纸上得知 詹姆斯已经被人杀害 T-Bag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打起了冒用这个身份的想法 他搭上了一辆前往洛杉矶的大巴 寻着名牌上的地址 又那把钥匙打开了一个房间 看着屋子内豪华的陈设 T-Bag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 刮胡子的时候 回想起麦克曾经一次次耍自己的画面 是他害自己失去了左手 才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悲惨遭遇 此时的麦克等人也来到了洛杉矶 众人来到一间废旧的仓库 泰罗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个队友 此人正是亚裔顶级黑客罗兰 名义上是辅助麦克等人 获解希拉中的秘密 实际上是泰罗安插在他们内部的眼线 马洪第一个分享了自己的情报 他曾是詹姆斯和格雷琴的专职司机 公司得到希拉之后 存放在公司的一名高管手里 自己也曾有幸见过史卡仁的司机 可问题是 洛杉矶有1000万人 找到这名司机可谓是大海捞针 马洪不愧是前FBI的警察 接下来的一番推理 范围瞬间从1000万人缩小到了五十人 通过国土安全局提供的信息 马洪一眼就从这五十个人中认出了司机 没有片刻的停留 他们立马来到司机家门口蹲顶 然后尾随他成功找到持卡仁的住所 这是一座像城堡一样的私人别墅 门口是运动传感器 周围布满了警报系统 及武装保安 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更别提还是前进去偷卡 然而更糟糕的是 麦克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头晕 猛然发现 鼻子里竟然流出了黑色的鼻血 这是亚裔顶级飞克罗兰 制造的究极黑科技 它看起来像是一部手机 但实际上是一个数码黑洞 它可以接受两米以内所有的电子数据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复仇小队 是如何用这个接收器 成功盗取一张价值连城的希拉数据卡 经过几个小时的蹲顶 众人终于发现持卡仁的车子驶出了别墅 紧跟在后面的苏克雷弯道超车 猛然一个急杀停在了前 苏克雷接过接收器 脾气异常强硬地用西班牙语炒 罗兰这边并没有检测到希拉的半点信号 以为是隔得不够近 苏克雷试图再次靠近车内的持卡 可是显示屏上依旧毫无反应 持卡仁没有把数据卡带在身上 而是将其藏在了家里 可持卡仁的家里到处都是安保人员 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蹲守在别墅附近的迈克注意到 除了持卡仁以外 能够自由出入别墅的只有一名女佣 迈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萨拉刻意在车站跟女佣搭讪 并夸赞对方的皮包真大真好看 可以让我默默之感吗 女佣十分友善地递过皮包 全然没注意到 从萨拉折叠的报纸中滑落了一部手机 到了上班的时间 眼见女佣走进了持卡仁的家里 迈克立刻拨打了她的电话 迈克声称自己是保安公司的员工 以检查警报系统里 先让她将窗户打开 然后指挥她在家中四处走动 等女佣一进入书房 罗兰这边的信号瞬间跳到了马格 很显然希拉就藏在这个房间 可完成传输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迈克必须想办法将人拖住 在迈克的忽悠之下 希拉数据终于复制完毕 接下来 只要顺利取回接收器就大功到场了 然而林肯注意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女佣临出门时翻了一下包又折返了回去 但好在15秒钟后 女佣又重新背着包走了出来 接下来 就轮到前FBI探员马虹登场了 他数次想要抢包 可始终下不去手 贝里克实在看不下去 他一把夺走背包 然后撒腿旁奔 然而 两人在背包里翻了又翻 可就是没有看到接收器 不甘心的马虹指的先将包还了回去 回到基地后 一群人像是双打的茄子一样 愁眉苦里 女佣出门后 好像折回去一趟 她很有可能 发现了那个像手机一样的东西 以为是主人的东西 这才又放回了房间 纵使是龙坛虎穴 今晚也必须将接收器拿回来 根据调查 房子的报警器 会在非法闯入的两秒内发出警告 之后47个武装保镖 便会立即冲进房子 迈克重新研究了别墅的建筑图纸 排列每个保镖的各个看守位置 经过不断的推演 终于想到一个铤而走险的方案 凌晨时分 月遇天团兵分两路 苏克雷和林肯翻进 齿卡人对面的豪宅 用力地撬开房门 等警报一下 齿卡人家的保镖 立马紧着起 齿卡人也被刺耳的警报声吵起 以为是自己家的 于是赶紧关掉了家里的警报系统 趁着关闭安保系统的间隙 成功溜进屋内 并顺利地拿走了桌子上的接收器 当时卡人出门一问 才知道是对门邻居进了盗贼 然而当他重启安保系统时 迈克和马红已经悄悄溜出了别人 回到基地后 众人是无比的兴奋 可他们还是高兴得太早 当罗兰解码接收器时 才发现里面的数据是一堆乱码 这块数据只是整个希腊数据的一小部分 就好比一块披萨 他们得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块 迈克找到泰罗一顿披头盖脸的臭码 我们之前说好的是找一张卡 可现在却变成了六张 但他态度十分强硬 不管是六张还是六百张 如果你弄不到希腊 就立马给我滚回监狱去 当得知希腊有六张后 上司意识到这是一个几乎完成不了的任务 哪怕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 公司渗透在政府内部的人就会发现 到时候就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可能知道 于是决定终止这项秘密任务 而这边的几个人却毫不知情 他们还在分析一号持卡人 幸运的是 在上一次的行动中 黑客罗兰的接收器不仅拷走了希腊的一部分 还意外复制了一号持卡人电脑里的几封邮件 邀请他参与一场在伦敦举行的会议 时间是今天下午四点 可奇怪的是 现在都快四点了 一号持卡人还在洛杉矶 也没有查到持卡人购买机票的信息 拥有多年行侦经验的马虹提示 这封邮件很有可能是一个暗号 迈克瞬间打通了思路 截取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 拼凑起来正好是希腊一词 这是一个掌握其他持卡人信息的绝佳机会 可具体见面地点又在哪里 邮件里同时还有一张壮扬广告 以及一份天文俱乐部的邀请函 用邀请函的星象尝试着推算坐标 结果显示是在南极洲 显然也不可能 在外面监视一号 持卡人的苏克雷和贝里克尔 忽然遭到了一群联邦探队的危险 这边罗兰的电脑也被锁死 很显然 国安局已经开始行动 一群人不得不仓皇逃避 逆上 麦克尝试着说服泰罗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可这是他顶头上司的决定 自己也是迫不得以奉命行事 由于参加秘密任务前 泰罗在每个人脚上多安有定位脚环 麦克一伙人不得不溜进地下隧道 忽然 墙上重叠的广告给了他灵感 这让麦克意识到 两封邮件很可能是叠在一起看的 他立马取下一旁的钉子 划破星象图的图框 附在了壮扬广告上 几人抢了一辆出租车 而国安局的人也根据定位在后面 林可和马洪以及萨拉 分别朝不同方向逃跑 最终三人被抓住 麦克则趁机逃走 直奔齿卡人的会合地 果然不出所料 六名齿卡人全都悉数到场 麦克急忙掏出手机偷拍的下来 泰罗将除麦克以外的 所有人都压到了仓库 正当他准备将他们全都送往监狱时 麦克开着出租车不紧不慢的事 直接拍到六大巨头在一起的画面 而对方也答应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五天 泰罗突然发现 照片中有一名齿卡人十分面熟 此人居然是财政部部长 还和自己在同一栋大楼办公 他拿上接收器 谎称有神秘机构在操纵债权 然而 接收器并没有感应到数据卡的存在 部长让他先出去预约 自顾自地打开了一间柜子 罗兰这边的信号 瞬间亮成了马 当部长放入一样东西后 立马关闭了柜门 而拷贝程序也立刻中断 他的保险柜密码高达12个 材质更是由18厘米 耐高温氧化的骨合金制成 但理工男麦克是何等的聪明 他把目光放到了财政部长的隔壁办公室 一切准备就绪后 盗宝行动正式开始 泰罗凭借自己国土安全局 汉员的身份 带着众人来到了政府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苏克雷拆开电梯按钮 把电梯程序设置成满源状态直抵失误 四人分开行动 苏克雷和贝里克率先从通宗管道溜进出物室 一个老嫂子突然闯了进来 好在嫂子并没有察觉 泰罗按计划约隔壁办公室的官员吃饭 并趁机在他门口吞下黑色的染色剂 苏克雷和贝里克换上清洁工的服装 呼叫同事提来吸尘器出来 耐克和林肯从通宗管道跳下来 这堵墙后面正是隔壁财政部长装保险柜的地 定位好保险柜的准确位置 就等着外面的两人打开吸尘器 当他们打开经过改良的噪音吸尘器 炒得秘书完全没法专心工作 等林肯用开槽机切开一层浅浅的凹槽后 耐克往细缝中喷上两种粉末的混合 这种放热反应的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以上 融穿18厘米厚的骨合金当然也不在话下 耐克能清晰地听到隔壁有脚步的声音 是保护伞公司的大佬将军突然造反 幸好之前钻得差不多了 只用了不到10秒钟 就卸下了一块规矩的圆形外脉 耐克悄悄地取出第二块希拉数据卡 为了不让将军起义 而是依旧用接收器复制里面的数据 将军突然提出想要看一下数据卡 他立马将数据卡放回了原位 并一手握着接收器 一手拿着圆形外脉 林肯也在焦急地等待着罗兰那边的信号 正是这点时间差 让麦克成功复制好了数据 任务完成后 麦克和林肯恢复了现场 苏克雷和贝里克也推着清洁车离台 并乘着泰罗的黑色面包车 成功逃离了现场 没有片刻的停留 越狱天团正在计划着搞到第三张数据卡 可突然 林肯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老熟人 原来自从他纠缠雀巢 住进了詹姆斯的豪宅后 时不时总会翻出那一叠资料仔细研究 其中反复提到一个叫加特的公司 而詹姆斯化名叫科尔 并且还有一笔不菲的奖金 这家公司的老板并没有见过詹姆斯 T-Bag打起了这笔奖金的主意 所以这才西装笔挺地来到了这里 当看见林肯等人追过来后 T-Bag急忙转身撒腿就跑 并将那本鸟类指南扔到了一旁的花坛里 最终被林肯成功抓住 一旁的保安看见有人要打架 立即呼叫同伴过来 加上搜了搜身 也没发现那本书 只好心有不甘地放了 T-Bag又重新捡起了那本书 然后再次来到加特公司和老板见面 并且还得到了一间独立办公室和一个助理 而门牌号在鸟类指南也有记载 难道这间办公室里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一滴咖啡悄悄顺着杯壁缓缓滴落 不多久 一个形似梯子的图案就开始慢慢显现 突然 门口出现的两个人 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特雷和贝里克在附近挨家挨户打听他的踪迹 为了证实拿到这本鸟类指南 前台辣妹似乎并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竟然谎称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 可没想到 辣妹提出以后要定期分走 T-Bag的15%销售提成 不然的话就把那两人再叫回来 T-Bag只好勉强答应 T-Bag整日研究着图案 可始终参悟不透这些图案的意义 直到这天 一个面露凶向的亚裔光头突然找上了门 光头南似乎和这个身份的主人詹姆斯有什么交易 如果两天内把希拉交给我 我就会按我们约定好的金额付款资金 但如果大后天见不到货的话 那么我就将直接打爆你的狗 这本鸟类指南一定是找到希拉的关键 他注意到一页上标注着八成十的放谋 可按照数字走的八步 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他猛然发现办公室有一个用胶带缠着的杂物件 于是偷偷摸摸地走了进去 四处悄悄打打 可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正当他感觉地面的声音不对劲时 纳妹突然走了进来 助理安迪发现了T-Bag的简历有问题 并且已经通知了警方 T-Bag立马掏出纸巾 擦除过去留下的所有指纹痕迹 这是女人被关在地牢的第十天 她看起来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这天趁着看守人员竟然换药 女人一脚将其料 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妹妹家里 当望向镜子里满身的瘀青 她要彻底扳倒公司 让他们付出惨痛的待遇 格雷琴砸开了早已藏在这里的存钱罐 她走向了一旁独自玩耍的女孩 天蓝色的眼眸和格雷琴一模一样 离开妹妹的住所后 她假借詹姆斯妻子的身份来到了一物招领所 格雷琴终于知道詹姆斯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T-Bag行迹败露准备逃走 正好被打来的格雷琴一群料理 事到如今只能将自己如何冒用身份的精力 一五一时的交代 格雷琴掏出小刀划开T-Bag的手 然后慢慢逼近她的下半身 如果不跟老娘合作 把希腊搞到少 老娘现在就把她切下来喂狗 与此同时 贝里克也接到加特公司前台辣妹的电话 原来T-Bag准备跑路 自己那15%的销售提成也没指望 所以这才打电话过来 T-Bag没办 而此时 烈狱天团已经锁定了三号持卡 麦克想了想决定分头行动 自己和马虹还有贝里克去解决T-Bag 其他人则前往持卡人 所在的拉斯维加斯道塔 三人来到见面地点 麦克先让贝里克前去天台和辣妹泡面 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贝里克下来 原来贝里克和前台辣妹惨遭挟持 成了调他们上来的诱饵 正当T-Bag准备将他们塞进车里市 伸手绞节的马虹 一个飞跃跳下了高台 但好在 自己恨之路和麦克终于被抓到 但眼下 T-Bag不得不暂且饶了他的小命 因为凭借自己的智商 根本破解不了鸟类指南里的秘 麦克同样想知道 这本书和希拉有什么关联 只见他将蓝线拼在一起 这似乎像是某个地方的设计图 麦克发现其中一张画有鸟类的纸片上 写着加特两个字 于是悄悄将这张纸藏了起来 躲在暗处的格雷琴 发现了贝里克的角度 于是立马打电话通知 T-Bag这玩意拆掉了 然后又把人质转移到别的地方 果然没多久 从泰罗手里拿到定位系统了 马虹杀了管 可惜已经人去楼空 马虹发现了麦克留下的一张签纸 正是那张写有加特字样的纸片 马虹也是一个聪明人 立马赶往加特公司布房 T-Bag将他们转移到前台妹子家里 而麦克已经将设计图拼好 上面显示 加特公司正好和保护伞公司相邻 如果从T-Bag那间办公室出发 就可以直接通往公司的某个地方 T-Bag找到格雷琴说麦克要去办公室 正好格雷琴也给T-Bag擦了下屁 他掀开后背箱 里面躺着的正是那个爱手爱脚的男助理 格雷琴将他带到房间 当着几人的面活生生的勒死 清除障碍后 T-Bag大摇大摆的带着麦克来到办公室 按照鸟类指南的信息掀开地板 果然发现下面有一个暗道 他吸取了索纳监狱的教训 让麦克走在前面自己店后 刚走下去 麦克就拉开一个铁门 要把T-Bag关进去 为了扳倒公司接近赤卡人 萨拉不惜施展美人 既风情万种的上前搭讪 可万万没想到 糟老头子居然都不正眼看了 是自己的颜值不够大了 原来糟老头子的口味异常特别 于是接近五号赤卡人的重员 最终落到了既有肌肉 又能吃亏的老实人苏克雷身上 苏克雷晃悠悠地来到泳池边 精壮和结实的肌肉 在阳光下格外的耀眼 遭老头子的春心开始当 苏克雷是汗毛直立 但最终还是一咬牙 跟着他走进了房间 两个人喝了几杯酒 苏克雷内心是七上八下 当时卡人打开保险箱取现金时 罗兰那边也开始复制希拉数据 老头也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当年在战场上服役 他就彻底地丧失了男性功能 那你把我叫来又是干嘛的呢 原来 这恶心的老头 居然喜欢看现场直播 过了一个小时 苏克雷终于满面春光地回来 完成任务的几人准备返回洛杉矶 罗兰谎称上厕所来到游戏机前 想用接收器作弊小捞一笔 可由于有作案前科 赌场的管理人员早已冰上他 将他赶走的同时 还顺便没收了唯一的接收器 麦克等人听说 罗兰把接收器弄丢了 让他回到房间不许离开 哪知道罗兰怀恨在心 查到了将军手下顶级杀手 黑哥的电话 黑哥这边也一直在调查 麦克等人的踪迹 黑哥拿起电话 上面竟然写着麦克的地址价值多少钱 T-Bank再次被麦克关进了铁龙里 可惜一个不小心 假手掉到了自己完全够不到的位置 外面的泰罗向麦克保证 自己会将T-Bank监禁起来严加看守 但问题是 这间办公室的下面究竟有个玄机 麦克解释道 办公室的地下出发 穿过一个隧道 就能到达隔壁大楼的将军办公室 而那里有一个破译希拉数据的设备 三人走出大楼 忽然听见垃圾乡下传来的电话声 下面还有一个信封 里面居然是鸟类指南里的一部分 而关键的几页已经被人抽走了 女人称如果见不到 T-Bank就别想得到剩余的残业 双方约在一个教堂见面 虽然眼前这个人 曾经把萨拉折磨得不成人形 但对方手里 掌握着鸟类指南中的关键几页 麦克也只能被迫同意 不久后 T-Bank被放了出来 何雷琴向他下达指示 以后你的任务就是 和前台辣妹在办公室里打掩护 麦克那伙人则从这里进入隧道 去破解希拉的数据 亚洲光头男再次来到办公室 今天是交出希拉的最后期限 眼见T-Bank打不出来 光头男直接用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何雷琴也看出来了 对方正是之前跟詹姆斯谈好的希拉买家 自称马上就能搞到手 让光头男再等上几天 听到1.25亿美元 T-Bank瞬间两眼放光 另一边 越遇天团还得弄到最后一张数据卡 而这张卡在大巴斯将军的手里 现在没有了接收器 只能采用最粗暴的办法 他们从回收站搞了一辆破车加固改造 打算制造一起车祸 然后直接抢来拷贝 为了防止将军把他们认出来 又变成永无止境的追杀 麦克让泰罗搞来一辆救护车 萨拉伪装成医护人员 等撞车之后 上去给他来一针麻醉剂 保证一切万无一失 黑哥也和罗兰勾搭上 他提出以100万美元的价格 买麦克兄弟俩的人头 详细地交代 此时的林肯和苏克雷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准备撞上去 万万没想到 这边的将军一接到黑哥的通知 直接一个掉头就跑 麦克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通知众人撤退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苏克雷不幸负负重担 林肯急忙带着他赶快逃跑 逃回基地后 萨拉赶紧帮忙处理伤口 麦克撇见大厅的行动地图 意识到肯定是有人出卖了他们 麦克质问罗兰 是不是出卖了他们 让他查一查行动地点的摄像头 不久后 苏克雷这边的伤口已经处理完毕 泰罗打来电话称 罗兰脚上的定位已经掉线 几人急忙跑到楼上 果然发现罗兰已经逃走 罗兰来到交易地点 心里还在惦记着那一百万 黑哥直接掏出手枪 对着罗兰的膝盖就是一枪 罗兰忍受不了折磨 当场就说出了秘密基地的位置 得到答案的黑哥 赶来的马红一棒子将其打了 眼前这个人正是残忍杀害他儿子的手手 眼看要将人打死 林肯急忙将其拦下把人带走 麦克打开罗兰的背包拿出笔记 原来他早在里面装上了跟踪器 他拉住对方的手 临死前给了他最后的温暖 马红拿出一根五英寸的细针 硬生生地插进了黑哥的中指 缓慢而追星的疼痛 迅速踹上了他提前准备好的电击器 一旦心率降到50以下 电击器就会自动出发 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里 马红静静坐在一旁 欣赏了黑哥的撕心裂肺 黑哥实在撑不下去了 只能向马红百般求劳 因为儿子的死亡 马红始终都无法面对前妻 前妻更是终日以泪洗面 马红私自带着黑哥来到海岸边 在他手上绑着几十斤的大石头 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推进 他打算一心一意地辅助麦克 彻底打垮这个 造成一切悲剧的保护伞公司 黑哥的失踪让将军警觉起来 他紧急召集五位持卡人开会 可突然一脸冷酷的格雷琴杀到了办公室 可万万没想到 将军却不慌不忙遣散了所有的保护 原来格雷琴是将军一手培养的心妇 格雷琴藏在妹妹家的亲生女儿 正是她和将军所生 将军随便几句花言巧语 格雷琴就像丢了回忆板 犹豫着要不要再次回到她的身边 为表诚意 将军当着格雷琴的面 继续商讨转移希拉 破译设备的事宜 拆除最起码需要三天时间 这就意味着 三天之内迈克等人必须弄到第六张数据卡 迈克决定改变策略先打吞罪 上面绝大多数内容迈克都了如指掌 唯有某个走廊的 镜头标着一个显眼的插号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T-bag在加特公司打掩护 迈克一行人提着工具顺利进入 众人来到储藏室打开盖板 下面的空间比想象中要大 深处还散发着巨大的噪音 众人爬上爬下七转八转 终于来到了走廊的镜头 见到眼前的景象 迈克这才明白那个插号的海 原来这里是洛杉矶的一条供水珠管道 直径达到了恐怖的三米波 每秒钟的流速更是高达三万升 沉闷的声音说明 管壁至少有三十公分厚 既然这样 就只能从管道下方动手 可砸开缺口后才发现 管道下方居然是加强混民土 想要挖开 简直是一想天开 迈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破开自来水管道 直接从里面穿过去 这是到达对面的唯一途径 众人也只能半信半疑地听命行事 迈克让苏克雷卸下一旁的 废水管道背影 然后交给林肯一张图纸 两人的任务 是破坏自来水的控制系统 让供水管道干涸一段时间 他们溜进自来水厂 撬开凸开镜像 按照迈克给的简易图纸 找到了闸道 贝里克掏出一盆助燃剂 对着闸道吞出火焰 气压和水压表演瞬间归离 迈克二人已经将废管道卸了下来 然后在主管道上 划出空心铁管的洞口大型 听着轰隆隆的水流声逐渐消失 但这牵扯到洛杉矶上千万人的引用时 政府必定会在一个小时内将其修复 两人赶紧行动 可就在迈克促身 去接电焊机轮流时 一阵追星的疼痛 让他投入欲裂 迈克请求苏克雷 不要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其他人 苏克雷只是默不作声 经过20分钟的不懈努力 电焊工苏克雷 终于按照位置的轮廓 切开了一个缺口 迈克让他取下皮带作为丈量工具 在对面的管壁上 也割开一个同样大小的洞口 然而就在快完成的时候 养割罐里的燃气却突然耗尽 还没恢复的迈克不得不忍受 病毒下的磨码 和苏克雷合力敲击未割下来的残片 现在只要将废水管插进去 就可以把这根管子当成通道 在两栋大楼底下自由穿索 可废水管实在太重 必须派两个人进入洞内扛起另一栋 然后合力将管子慢慢送到对面的洞 但危险性实在太大 因为此时离宫水恢复 只剩下寥寥五分钟 林肯一马当先 贝里克也主动起意 林肯二人扛起水管 一点点向对面洞口迁移 快要接近的时候 他们用木棍支撑住管理 然后急忙爬出洞口 来到另一边 可就在拉拽的时候 没想到木棍太过脆弱 紧紧维持的实际当中 就被彻底压断了 更令人绝望的事 远处令人打寒的水流声 已经奔流而来 林肯想要放弃 贝里克不想这些天的 努力付诸东流 为了获得自由 毅然决然地跳进了洞 贝里克凭借一己之力 躺起来 重达几百公斤的钢 堵住供水管 到洞口的同时 也堵死了 自己唯一的生存机会 他只记得林肯有孩子 却忘记了自己 还有八十岁的老母亲 在这一刻 他是所有人的英雄 其实在这次行动之前 贝里克隐约地感觉到 自己可能回不来 他拜托苏克雷 如果自己出现了什么意外 就帮忙打个电话 给自己的母亲 让母亲知道 他的儿子没有给他丢脸 基地里 众人还没从贝里克 死亡的悲痛中走出来 苏克雷收拾情绪 询问贝里克的尸体在哪里 泰罗打着关枪说道 正在运网停尸房的路上 但为了避免泄露机密 会以无名师的身份 将他放在国土安全局的冷柜里 苏克雷一听火冒三丈 马虹隔开两人 警告泰罗 如果你还想要希拉的话 就把贝里克的尸体 还给他的妈妈 清理一物时 马虹发现了一块银制的徽章 这是在夺取第二块希拉石 贝里克偷偷藏起来 当初在狐狸河当预警的时候 贝里克考了五次警官学院 总是落选 他毕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 可惜直到死也未能如常所愿 不久后 贝里克的尸体终于被孕了回来 马虹将那枚徽章放在他的胸前 希望在另一个世界 实现他追求正义的志向 苏克雷鼓足勇气 拨通了他母亲的电话 并告诉老人家 他的儿子是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为国英语捐取的 所有人都秉承着贝里克的意志继续奋进 毕竟班导公司 才是对他最好的交代 此时的格雷琴已经从将军那里回来 并将鸟类指南的残业交给了迈克 原来他洋装投靠将军 实际上是打探军情的 将军明天就要转移希拉设备 他们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 自己负责弄到第六张数据卡 迈克等人只需抓紧时间打通地下轮道 回到基地后 迈克将格雷琴的那部分残业拼好 根据完整的地图显示 自来水管道离希拉解码器 保存地址相隔三室 中间有一堵十分坚固的墙 好消息是 公司不想留下任何证明 希拉存在的视觉东西 所以房间内没有监控 房间内有重量热量 以及扩音传感器 一旦有任何超过两磅的活人出现 公司的安全警报就会拉响 换句话而言 他们必须在不发出声音的情况下 凿开那堵墙 然后再不放出热量 且不接触地面的情况下靠近解码器 然而就在这时 强烈的头痛再次袭来 一阵天旋地撞后 迈克突然瘫倒在地 缺少了主心骨 也就宣告着计划的破产 虽然泰罗极力阻止 但众人还是决定将他送往医院 经过检查发现 迈克的下丘脑涨了一个 十分罕见的错够流 而迈克的母亲就是死于颅类肿 根据家族病史 医生让他明天务必接受手术 为了接近将军 得到第六张希拉数据卡 格维琴摆出各种 搔手弄姿的姿势 然后让T-back拍下来 发给将军 收到信息的将军心花怒放 他不顾女儿的反对 坚持要去赴约 并表示自己 出去一个小时就会回来 不久后 将军来到了酒店 几句寒暄之后 就猴急猴急地直奔主题 格维琴 替他脱下西装的同时 刺激偷卡 可谁知将军却突然开口 将军早有防备 但看在他为自己 生过孩子的份上 还是饶了他一命 偷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压力最终还是来到了迈克这一边 收到消息的迈克万分绝望 因为没有第六张数据卡 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天的努力 将付出东流 毕竟此时距离希拉解码器转移 只剩下不到六个小时 但好在 格维琴托泰罗给了一份资料迈克 迈克打开信封 脸上终于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他将资料里的照片交给萨拉 让他去搞定照片中的这个人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越狱小队来到盖特公司 进入地下空间 T-Bag急忙打电话通知格雷琴 但万万没想到 前台辣妹正在监听他们的通话 看来他也并非一般人 格雷琴有些吃惊 迈克没有弄到第六张数据卡 怎么就开始行动了呢 T-Bag深知迈克的个性 自己和他交手过无数次 如果没有周全的计划 他是不可能轻易行动的 与此同时 迈克等人已经来到了这堵墙前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保持绝对安静 任何人都不许说话 因为声波会穿过墙 被另一侧的传感器检测到 众人一一拥抱 视声是死全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了 苏克雷用消音棉包裹住电钻 在墙纵中小心翼翼地开骨 然后用卷尺测量还要钻多深 当快要击穿的时候 为了防止残渣掉到对面 他们用消音棉包裹住吸尘器吸出 最后的散 第一个孔终于打穿 他们将摄像头插入洞内 实施监测室内的动向 紧接着 麦克将接在两个电瓶上的电缆 缠在铁棒上 一个简易的电磁场就制作完成 电瓶通电后 苏克雷拿着铁棒 对着钢纤维墙面扫 由于电磁场会对钢筋产生轻微的拉动 而混凝土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 空气的加大最终导致混凝土的挤压 只要轻轻地缠两下 就可以轻松拨落 林肯和马虹在两边钻出两个小孔 然后将雨伞塞进去并全部打开 以防止混凝土落到地面 造成巨大声响 随着电磁场的再次扫握 墙面终于被击穿 四人望向室内的终极目标 终于见到了希望 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事 好好 长黄却在红 格雷琴悄悄凝着一个包 走进办公室 里面全是重型武器 原来 两人打算堵住这里 只要麦克一拿到希拉 就干掉他们 接下来 四人就将进入这个 被称为全球最难进入的房间 这个房间脚不能粘地 也不能发出任何超过十分倍的声响 甚至都不能散发热量 他们将拉环穿过事先打好的洞 然后小心翼翼地勾在悬梯上 随着梯子的不断延伸 再铺上木板 以方便人能行走 在安装的过程中 高敏热感应器检测到人的体温变成了黄色 但他们早有准备 苏克雷对着空中喷洒液氮汁 黄灯这才逐渐转化成绿色 可快要到达的时候 缆绳突然松动 一旦制冷器掉到地上发出声响 房间的安全警报就会立即拉响 届时他们就将插翅南飞 千军一发之急 林肯急忙爬过去扶起苏克雷 总算是化险为夷 几分钟之后 悬梯终于安装好 麦克背着包一步步朝中极目标逼近 可突然 剧烈的头痛再次吸满 一个亮枪差点栽倒在地 但他还是强忍剧痛 不敢发出一丝丝的声音 身后三人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上 麦克的潜意是一点点被唤醒 他强称身体跟同伴 比出OK的手势 然后颤颤巍巍的来到玻璃门前 这是吸拉解码器的最后一层防线 麦克放下背包 从里面拿出两个吸盘贴在玻璃上 又取出刚化玻璃刀 画出一个规矩的原形 最后拧开液态氮气喷瘦 划痕的滚头 造成瞬间降温冷缩的反 轻松的取下了整块玻璃 他小心翼翼的将其放在地上 在三个小伙伴的注视下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吸拉解码器 争夺希拉的路上 不知有多少人因此丧命 麦克忍不住轻轻抚摸 然而下一秒 底部的重力感应器突然亮起了红灯 办公室里的将军也接受到报警信号 立马调出监控 眼前的一幕让他顿时傻眼了 他立马下令封锁大厦 并带着两名精锐部下 一同赶往一下时 随着叮咚一声 电梯直达这个房间 可出人意料的是 麦克居然出奇地冷静 原来 这一切都在麦克的计划之中 他之所以故意触碰重力感应器 正是为了把将军吸引下来 这样就能轻易地拿到第六张希拉数据卡 将军也没有反抗 乖乖地交出了数据卡 毕竟没有其他五张卡 麦克拿着这张卡也毫无用处 可下一秒 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 将军怎么也想不通 他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 弄到其他五张卡 麦克将数据卡插入卡槽中 原来 六张所谓的希拉 都只是开启解码器的药身 而真正的希拉本体 其实是藏在解码器里面的一枚核心组件 麦克当着将军的面 将希拉装进包里 但他们并没有原路返回逃走 反而借用将军的视网膜 来到了将军的办公室 这一通操作着实把将军整不回了 毕竟被手下看到这场景 整个公司大楼都会被封锁 几百名手持武器的特工严阵以待 他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但麦克的思维永远都在大气场 他早已制定好了 金蝉脱鞘的万全之策 这个老板刚走进员工办公室 就发现角落里赫然藏着一把突击步枪 老板不愧是酒精沙场 11秒钟就收起了眼神中的那份金管 他强装镇定扯了个理由离开办公室 但敏锐的格雷琪 已经从他的眼神中发现了不对劲 格雷琪急忙端起步枪 大步走向老板办公室 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位 T-Bag只好举枪支援 并勒令众人全部集中到老板办公室 然后捕住了唯一出去的大部分 几分钟之后 前台辣妹回到办公室 突然发现整个办公室凌乱不寒 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急忙俯身来到门口 并掏出钥匙打算前进去救人 T-Bag心情越来越急躁 怎么左等右等 也不见麦克曼火人从地下试出来 他怀疑他们肯定找到了其他出口 我们应该赶紧撤离 格雷琪劝他多一点耐心 毕竟1.25亿美金已经近在咫尺 两人陷入了激烈的争吵 前台辣妹趁机溜进了老板办公室 原来前台辣妹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国安局特工 可谁知 这个老板是个自私的怂抱 结绑后只管自己逃命 根本不顾其他人有没有松绑 就在冲向大门的时候 格雷琪一缩子子弹 将其直接放逃 老板的逃跑彻底暴露了辣妹 双方陷入了激烈的墙 眼见这里已经没有呆下去了 格雷琪和T-Bag赶紧撤离 到了停车场 格雷琪让T-Bag擦去枪上的指纹 扔进垃圾桶 毕竟拿着枪走在大街上 很容易被发现 然而下一名 格雷琪就掏出手枪对准 格雷琪打算除掉他以求自我 跟希拉彻底撇开关系 可前台辣妹突然杀到了 T-Bag趁万逃走 知道此地不宜久 格雷琪也急忙向反方向逃跑 辣妹选择了JT-Bag 这个变态杀人魔 又一次落到了警察的手 而另一边 大批的特工聚集在将军办公室 他们准备好了破门器 正准备强行闯入时 办公室里的麦克突然接到了电话 麦克打开外音 电话那头居然传来了将军女儿的声音 原来就在五分钟前 萨拉买通了餐厅服务员 将菜汤故意撒在 正在就餐的将军女儿身上 在卫生间处理的时候 萨拉一把枪堆在了她的脑袋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三十多年来 她从来都没公布女儿的身份 眼前这个人又是如何手眼通天 知道她是自己女儿呢 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作为父亲的将军 只好不甘地走向门口 让所有人退后的同时 带着四人走出了办公室 麦克挟持将军大摇大摆地走出大路 并表示等我们安全了 自然会放了你的女儿 熬离追踪后 麦克正式将希拉交给了泰国 如今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接下来扳倒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泰罗将释放大家的迁移文件地录回去 承诺半个小时后会派车来接他们 走一遍程序后 你们就可以彻底的过上安稳日子 紧接着 泰罗转头又找到前台辣妹 原来辣妹一直都是她 安他在加特公司的影线 泰罗问辣妹 你知不知道有哪些人要买希拉 辣妹说T-Bank可能知道 只要审问时给她一点甜头 她一定会说的 可话刚说完 泰罗就掏出枪一枪打死她 一旁的T-Bank顿时傻眼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浓眉大眼的竟然藏得这么深 然而他接下来的一波操作 彻底把T-Bank看待了 泰罗给国安局的领导打去电话 谎称迈克等人私吞了希拉 边说还边鸣枪营造自己被杀的假象 如此一来 郭成功甩了出去 又能让自己人间蒸发 而基地里迈克几个人却毫不知情 他们还在相互祝福道年 一副马上就要大结局的样子 可左等右等 也没见到有人来接他们恢复身份 打电话去问 才发现泰罗的号码已经注销 在打开大家的迁移文件 里面居然全都是一堆白纸 此时的他们才意识到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子 众人躲在昏暗的出租屋内 电视里正播报了 T-Bank和格雷琴挟持绑架加特公司的新闻 迈克猛然想到 如果泰罗要独吞希拉卖钱 肯定会找格雷琴 因为除了已经死去的詹姆斯 也只有他才能联系上买家 火不其然 此时的泰罗正在寻找格雷琴的路上 身旁坐着的正式建立忘义的T-Bank 只要有钱分他可以和任何人结盟 T-Bank曾经看过格雷琴的资料 知道他还有一个妹妹 找到他妹妹 就一定能找到他 格雷琴来到了和亚洲光头交易地 发现他们已经被公司的人杀害 正在这时 林肯突然打来电话 格雷琴也万万没想到 希拉最后竟然落到了泰罗的手里 既然如此 干脆和麦克等人联手夺取希拉 两人约定一个小时后在公园见面 然而刚挂断电话 妹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此时的泰罗已经绑架了他的妹妹和女儿 格雷琴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泰罗没收了他的手枪和手机 并在电话中翻到他和麦克的通话记录 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格雷琴不得不交代出和麦克见面的公园 为了摆脱后顾之忧 泰罗立马让T-Bank把约定地点举报给国安局 不久后 麦克等人来到见面地底 期间他给国安局的领导打了一个电话 解释是泰罗撕吞了希拉 电话里 他分明听到消防车的声音 而下一秒 麦克就看到消防车在眼前驶过 避试到中了圈套 他赶紧通知其他人彻底 与此同时 泰罗让T-Bank留在这里看守格雷琴的家人 自己则带着他约上了新的买家 见面后 对方确认是希拉没错 但是却是个太监希拉 因为中间少了一个部件 泰罗顿时傻眼了 他这才意识到 肯定是麦克留了一手 果然不出所调 在将军办公室的时候 麦克就发现了这个行李 并将其藏在了基地的厕所里 就在这时 一个热心的神父突然上门推销 T-Bank想将其赶走 但对方一直喋喋不休地推销圣经 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猛然间 T-Bank注意到 他手指上军校毕业的戒指 误以为对方是公司派来的杀神 他坐不及房的一字重拳 直接将其撂倒在里 拖进房间后 T-Bank请示了泰罗 这家伙该如何处理 得到的指示是赶紧将其作掉 换作以前 杀人这种事 他连眼皮都不带查一下 可现在他却犹豫了 因为一旦扣动扳机 他所向往的那种生活 就真的永远消失了 T-Bank决定再给神父一次机会 他让神父背诵一段圣经 并说出是在圣经诗篇的 第几章第几节 当听到神父一字不差地对答如流 T-Bank无比地开心 没想到一向残忍暴虐的他 会因为不用杀人而欣然微笑 他如是重负般扔掉了手枪 一起想扔掉的 还有过往的肮脏 他私自放走了 格雷琴的妹妹和女儿 让他们逃得越远越好 紧接着 又解开了绑住教父手脚的绳子 可神父刚刚站起身 就一几种拳击向往 T-Bank的面板 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真的是公司派来的杀手 自此 T-Bank再次落入了公司的手中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泰罗知道迈克通 希腊的步骤 立马杀到了几个 一顿催泪弹疯疯狂输出 想要逼迈克的 救护力 但林肯一直都在周围游走 循着枪声冲到天台 轻松撂倒了这个奸诈小人 可谁知 暗中埋伏的格雷琴也冲了进来 眼看双方僵持不下 泰罗终于说出了斯吞希腊的目的 我在过去的17年里 规规矩矩的为政府卖你 可到头来还是一个卑微的小志愿 还不如卖掉希腊提前退休 最后还不忘拉拢迈克 我们可以找一个能够搞垮公司的买家 这样你的目的依然能够达到 还能分到一大笔钱起步美债 迈克洋装答应 其实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悄悄让苏克雷溜进了两人的汽车后备巷 不久后 苏克雷跟随他们 摸清楚了两人下榻的旅馆 众人立马来到这里不妨 准备再次夺走希腊 但泰罗又岂是吃素了 刚刚发射的催泪弹里面 其中有一个装着超声波装置 对仓库的一举一动也了如指掌 如此一来 也就发现了迈克隐藏在洗手间的希腊 业于天堂围住雨馆准备行动 由于提前对应急楼梯坐手 劝着泰罗逃跑掉到地上 迈克抢走希腊就急忙逃走 可是没跑多余 强烈的头痛再次醒来 鼻腔里也涌出大量的鲜血 最终无力的瘫倒在地 追过来的泰罗再次抢走希腊 而坐在这时 公司的杀手突然杀倒 格雷琴急忙带着泰罗离开 最终 昏死的迈克落入了公司的手里 躲在角落里的林肯 也只能无助地看着弟弟被带走 另一边 逃走的泰罗和格雷琴 马不停蹄地赶到基地 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缺失的希腊部件 等林肯等人赶回基地时 这才发现他们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瞬间击垮了月遇天堂 众人是无比的茫然 走投无路的林肯找到了公司 将军直接提出交易 只要你们帮我夺回希腊 公司就能为迈克提供最先进的制度 如今的他们哪里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为了救活弟弟 林肯只能昧着良心 为以前千方百计 想要击垮了公司迈 恕我直言 如此神奇的麻醉手术 你一定是头一次机 医生用电钻钻进迈克的脑袋 再将两根导管插进去 但迈克丝毫感觉不到痛楚 并且意识还十分清醒 萨拉焦急不安地询问棍子的用处 医生解释道 迈克的脑袋里长了一颗鸡蛋般大小的错够瘤 棍子是用来隔离肿瘤 但同时会刺激大脑 听觉嗅觉和记忆也会被触发 此时他的记忆 如走马灯一样地从眼前闪 意识仿佛回到第一季的狐狸和监狱 眼前是熟悉的洗漱台 身后也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此人正是死去的老弟弟库婆 两人就活着的意义展开了对话 迈克眼神中满是愧疚 为了救出哥哥林肯 这一路上他欺骗了太多人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自私 也许很多人就不会死去 老库婆劝他不要自责 毕竟有些东西并不是你我能左右 迈克一回头 隐藏在记忆中的信息铺满了墙面 可如今的他 没能拿到公司的罪证 已经失去了继续对抗的信念 老库婆提醒他 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 都有他存在的意义 这句话触发了迈克的灵感 一直以来 他们都认为希拉是一个主族公司 违法行径的硬盘 可要是如此简单的话 公司为何设下严密的机关保护起来 而不选择直接销毁 迈克将关于希拉的记忆碎片串联起来 那是他上次躲在眼前 偷听公司六巨头谈话的残存记忆 期间有个单词被反复提到 迈克抓住脱离梦境前的最后几分钟 用记号笔努力将这个单词拆翻 直到此刻才真正明白希拉的意义 与此同时 现实中迈克脑袋里的错构流终于取出来 可他的心跳却骤然归零 医生们焦头烂额一脸茫然 但萨拉不愿放弃 在爱情的感召下 迈克终于重新复活了过来 他把答案告诉了萨拉 拆分出来的字母 是元素周期表中的四种稀有元素 理论上讲 如果能把这些元素 融入到太阳能电池设计中 就能百分百利用太阳能 而掌握这种科技的人 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人愿意支付几亿美元得到希拉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击垮公司 而是为了成为公司 另一边已经投靠公司的林肯 在将军的安排下 见到了同样被抓起来的T-bay 为了逼问出泰罗和买家的交易地 林肯硬生生地拔掉了T-bay 马头上 泰罗在格雷琴的安排下 见到了中介 中介开始焰火 这一次希拉真的是完整 泰罗有意无意地询问 真正的买家是否在来的路上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泰罗竟然一起打死了 原来他想要直接和买家交易 这样就可以省下三成的介绍费 格雷琴被眼前这个言而无信的小人 惊呆了 就在这时 格雷琴接到妹妹的电话 妹妹说他跟孩子已经安全逃到了邻居家里 只是T-bay被人带走了 格雷琴深知T-bay的为人 只要让他尝点甜头或者苦头 他一定会把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供出来 于是立马通知买家换地方交易 等林肯赶到 两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不久后 泰罗和新的买家来到一间仓库交易 买家读取了希拉的数据 里面是一些 和能风能太阳能之类的文件 显然并非之前所说的公司黑名单 这也侧面印证了迈克的猜想 可突然 被靠公司提供强大追踪能力的林肯 和苏克雷潜入了仓库 跟格雷琴陷入了激烈的枪杆 而买家也根本没打算付钱 趁着双方打个热水冒天 赶紧带着希拉的 临走时还一枪击中了泰罗 最终 格雷琴子弹耗尽 泰罗也身负重伤 被林肯两人给带了回去 回去的路上 苏克雷感觉到了疲倦 客舍已经指望不上了 既然林肯平安无事 迈克的手术也比较顺利 他想回归属于自己的生活 对他的行为林肯表示理解 两人互相拥抱分别 回到公司 林肯向将军汇报了情况 眼下 只有泰罗和格雷琴知道买家的身份 既然这样 干脆你们几个再次组建成新的团队 一起寻找希拉 林肯将自己与将军的交易 告诉了迈克 迈克不理解林肯为什么要帮助公司 林肯说道 当初次满轮身入狱就我一样 我不关心到底是谁得到希拉 旨在一女生死 他将那份将军给自己的资料递给迈克 称我们的母亲曾经也为公司工作 我现在只不过是继承家族事业 但迈克显然不会为将军卖买 希拉作为一种尖端技术 绝对不能交给危险的公司 最终 兄弟俩不欢而散 至此分道扬镳 而接下来 在将军的安排下 林肯带着这个各自为政的杂牌军 继续追查希拉的下 三名队友都有反水的前科 这种奇葩的组合 最终能取得成功吗 大病出狱的迈克刚一睁开眼 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 密林深处的一处别墅内 这里位于某处六十英里外 附近到处都是凶猛野兽 想要手无寸铁地逃出去 简直难于登天 将军还派来 一名全球最顶尖的心理医生 试图用各种洗脑的方法 收服迈克加入公司 但迈克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怎样搬到公司 又岂会被信契义成为将军的走狗 心理医生无计可施 只好抖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迈克的母亲一直都还活着 并且还是公司的一名重要高层 多年来 他一直暗中关注着儿子的动向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迈克 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鼻 医生还想用母子亲情 突破他的心理防线 但却被迈克大声呵斥住 在他看来 如果母亲确实是公司的高层 为什么在第一季中林肯 都要做电影了 作为母亲的他却选择袖手旁观 理智告诉他 自己绝不能坐以待毙 迈克仔细观察着房间内的情况 谋划着该如何逃出去的办法 而另一边 在将军的安排下 林肯带着这个各自为政的杂牌军 继续追查希拉的下午 可经过一天的努力却毫无进展 泰罗认为林肯是一届莽夫 联合T-Bag想要夺取领导权 格雷琴保持中立 表示谁当老大都可以 正在林肯陷入孤立无援时 前FBI顶级探员马虹处理完私事 终于回归了 与此同时 焦急万分的萨拉 把迈克软禁的消息告诉了林肯 表示自己将只身前去救他 可谁知 两人的谈话被墙头草T-Bag偷听到 为了捞点既得利益 T-Bag赶忙向将军汇报 收到消息后 将军急忙打电话通知心理医生 让他给迈克注射麻醉剂 然后将他转移 此时的迈克正在卫生间筹划逃跑 他想要故技重施 用两种化合物混合腐蚀热水器的管道 可刚刚走出来 就被两名特工按住注射麻醉药 然而就在这时 卫生间突然传来巨响 一个特工急忙进去查看 就在开门的瞬间 隆穿的管道产生的巨大水流 直接将其击倒 迈克趁乱捡起手枪 威胁特工将麻醉剂注入医生的体内 然后让保镖用手铐将自己铐住 自己则快速离开了别墅 此时 将军安排的转移车辆已经赶到 进入房间发现迈克逃跑后 立马开着山地车追赶 大病出狱的迈克 还没跑多远就被追上 而突然 一辆吉普车急速使来将特工撞追 而此人正是打来救援的萨拉 逃离追踪后 迈克急忙打电话给林肯 试图说服他不要为将军卖命 但林肯表示 为了救活你的性命 我已经和将军签订了一份终身协议 只有把希拉交给将军 所有人才能回归到平静的生活 迈克却认为 希拉作为全球最尖端的技术 一旦落入坏事做尽的公司手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两人站在各自的立场 谁都不愿妥协 至此 兄弟俩从亲密的战友变成了对手 迈克花100美元买通司机 躲在卡车车厢里 准备前往迈阿密争夺希拉 与此同时 格雷琴成功追踪到抢走希拉的买家 原来对方也是公司的一名内部特工 但格雷琴并没有将这一重大发现 告诉团队 而是偷偷约买家密谈 他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帮助买家躲避公司的追捕 从两人的交谈可以听出 此人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人 希拉已经转移到真正的幕后大boss手里 打工人同意后 格雷琴又以查到买家地址为由 引诱四人来到一栋大楼前准备 将林肯一行全部灭口 买家带来特工将四人团团包围 格雷琴也举枪对准了泰罗 知道被卖后的泰罗破口大骂 口中尽是乌言晦语 就在扣动扳机的时候 格雷琴想起了自己的女人 良心发现的他突然掉进去 对准门家 瞬间击倒两人 买家想要反击 把红一枪将其解决 格雷琴也中枪倒地 T-Bag摸走了买家口袋中的手机 林肯也恶狠狠地拿枪对准了格雷琴 T-Bag称 他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 林肯彻底心软了 留下重伤的他自生自灭 众人回到酒店 正在思考着下一步计划时 买家的手机突然响起 林肯接通了电话 原来此人正是迈克和林肯的母亲克里斯蒂 而希拉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克里斯蒂娜想要干掉将军独掌红丝大权 此时将军正在和二号齿卡仁坐在车里商讨近 可突然 齿卡仁和司机毫无征兆地下车 这让将军觉察到异常 然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将军发现自己的安全带被锁死 他急忙踹开红酒柜 拿出开瓶器疯狂私舍安全 齿卡仁离开一段距离 得意洋洋地按下了手 无征 装逼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由于没有检查尸体 不久后 蒂娜打来电话告诉他将军很可能还有护照 因为就在刚刚 一架直升机突然降临在公司组部 带回了重伤的将军 齿卡仁顿时开始慌了 现在将军已经知道自己背叛了他 他必须要马上离开美国躲避追杀 但蒂娜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销声匿迹的办法 电话刚挂断 将军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他说刚刚有人想杀自己 怀疑蒂娜是幕后指使者 蒂娜假意关心将军 实则暗讽他搞丢了希拉 没有时间怀疑我还不如去找到希拉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从两人的交谈可以看出 两大公司的巨头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而另一边 迈克和萨拉躲在大货车车厢里 准备前往迈阿密寻找希拉的踪迹 而突然 一辆警车将大货车离停 另一货车超载为由 打开箱门查看 男人发现了迈克的裤脚 但是没有省张 他来到驾驶之前 一枪将司机解决 然后驾驶货车继续前进 车厢内的两人异常紧张 此刻的他们犹如瓮中之鳖 想要打开箱门 却发现早已被锁死 冷静下来后的迈克 用绳索拽住兵器 并用车子拐弯时的惯性撞开 然后带着萨拉一起跳了下去 杀手发现不对劲急忙下车追 两人穿过草地 来到一处空旷的厂房 萨拉拿起铁棍 迈克出去引诱杀手 等他慢慢靠近时 迈克猛然出击一棍子将其击倒在地 脑袋也正好磕在了石头上 迈克掏出杀手包里的东西 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异常奇怪的纸条 杀手弥留之际称 他不是将军派来的 迈克还想追问 但此时的杀手已经彻底断了气 他仔细研究着这张纸条 很显然 这是一张幕后主使者对杀手下达的纸条 上面一行字表示 他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结婚迈克两年刚好和事发地点对应上 而MS正好也是迈克名字的缩写 这样说来 下面一行字一定是主使者想带迈克去见的人 迈克想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希拉 殊不知 自己正掉入了母亲设下的巨大阴谋之中 与此同时 林肯根据上一集中 买家手机接到的莫名电话 成功定位到打电话者的住址 可来到这才发现 这里早已经人去楼空 只留下桌子上一张老旧而昏黄的照片 林肯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小时候的自己和母亲的合影 马洪和林肯仔细观察照片 发现里面的车是七八年出产的 而迈克是七六年出生的 很显然 怀孕的母亲 不可能站在这辆车前面拍照 这必定是母亲想和林肯私下见面的暗号 两人搜索车牌号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坐标 位置正是五公里外的酒店 林肯独自来到照片上的地址 不多久 克里斯蒂娜果然来到了她的身边 母子俩二十多年在相聚 没想到却是以对手的身份 林肯偷偷瞄了一眼母亲 蒂娜更是表示 这辈子做过最艰难的决定 就是抛弃了两个儿子 自己想得到希拉 是因为将军不适合成为希拉的掌控者 将军过于好战和嗜血 如果由一个母亲掌控公司的话 公司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假如将军死了 就没有人再追杀你们 他希望兄弟俩再给他两天时间 不要追着希拉养着自己不放 这样的话 你们所有人两天后都会获得自由 林肯彻底心动 面对母亲的言语 他毫无抵抗力地点了点头 回到基地后 林肯下令这两天不要行动 因为自己的母亲会解决掉将军 并承诺会改变公司的运作方式 可万万没想到 由于麦克从别墅逃跑 将军为了让林肯等人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地 于是将林肯的小女友和儿子 马红的前妻替拜分母亲 以及泰罗的老婆全都抓了起来 众人顿时乱了阵脚 林肯想去找母亲 看她有没有什么办 可再次来到刚刚见面的酒店 才发现这里已经关门 蒂娜这边也收到林肯返回的消息 知道她已经产生了怀疑 而且他们四人争夺希拉士在避兴 权衡之下 于是毫不犹豫地下令 直接将儿子机密 狙击手刚想扣动扳机 猛然发现目标移动到障碍物遮挡的位置 与此同时 小队成员泰罗已经发现了楼上的狙击手 原来他们早有防备 马红收到消息后 急忙向楼上跑去 可刚来到楼上就遭到狙击手 好在罗产及时 狙击手开枪压制趁机逃跑 然而刚跑到楼下 就被堵在这里的林肯扑倒 此时的林肯怒火中烧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母亲居然想杀掉自己 路人的尖叫让其分了谁 狙击手趁机一刀躲在他的身上 可没跑多远 就被开车追过来的 击乱了话 几人跑过去 将他团团围住 想要逼问出克里斯蒂奈的位置 眼见警笛声越来越近 众人只好拿走他的手机赶紧吃 回到基地后 将军打来电话询问希拉究竟在谁手里 林肯还在念及母子亲情 并没有把希拉在蒂娜手上 这一消息告诉将军 将军非常质疑林肯的能力 称最后再给他们一天时间 就愤怒地挂断电话 时间不等人 再找不到希拉他们的亲人 就会惨状灭恐 马虹发现在狙击手的通话记录里 多次出现一个号码 根据这个号码的手机定位 开车追过去 居然来到了印度大使馆 而从车上下来的正是母亲克里斯蒂娜 保镖手里还拧遮装有希拉的箱子 几人准备前进去盗取希拉 分散保安注意力的重任 最终落到了T-Bag身上 T-Bag来到大使馆门口 开口就要见印度总统 称自己对印度奴役大象的行径非常不满 大象是神圣的动物 应该自由地活在雨林里 说着说着 还撒扑式地将自己靠在大门上 眼见大使馆院子里的云台都转向这边 另外三人趁此机会翻了进去 三人顺利来到后门钻开门锁 计划成功后赶紧通知T-Bag撤离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刚解开手铐 就被一群黑衣大汉抱上车 既然你如此喜欢大象 那我们就送你去动物园陪你的大象兄弟 此时的蒂娜正在拜访印度总统 蒂娜打开电脑 为她介绍着希拉中的所有技术 里面包括太阳能电池 海水氮化技术 以及让农作物如何在沙漠中仍能生存 蒂娜让印度负责生产销售 自己则做背后的隐形合伙 利润无误分成 并邀请总统儿子参加明天举行的全球能源会议 在众多国家领导人面前宣布这项技术 将希拉技术彻底正规化 总统儿子彻底心动 但他还有些小小的故意 因为有一个叫文森特的教授专门发表过论文 质疑希拉技术非常不稳定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这个人出现在能源大会并出生反国的话 整个印度都会成为众矢之地 蒂娜称自己会解决掉文森特教授 并且只给总统儿子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因为想要得到希拉技术的国家多不胜数 等待期间 助手递过来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文森特下午四点半就会下专机 经过短暂的考虑 总统儿子终于同意蒂娜的计划 败别后蒂娜迅速离开 而林肯三人还在大使馆搜寻他的踪迹 不巧的是 正好撞见了大使馆的保镖 以为三人是蒂娜的手下 于是将蒂娜遗留在桌上的纸条地点的林肯 而另一边 麦克也破译了纸条上的大部分信息 他按照上面的信息找到了一处停车场 拔下天线捅开汽车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手提箱 里面有去往目的地的地图 车钥匙 手机以及一把手枪 麦克告诉萨拉 纸条上的VS应该是名字缩写 1630应该是代表下午4点30分 麦克驾驶汽车 向地图上的飞机场狂奔 正在此时 手提箱中的电话突然响起 麦克刚出声 蒂娜就听出了对方正是小儿子的声音 她急忙挂掉电话 万万没想到 奴子俩20多年后的第一次通话 就这样草草结束 与此同时 林肯三人回到基地 当得知他们义无所 T-Bag万分气愤 我都快被象牙戳的 我妈都不认识了 你们居然只带回了一张纸条 但聪明的马虹发现了端倪 如果这个人对克里斯蒂娜很重要 那么他对于我们也肯定同样种了 于是火急火燎地向机场赶去 此时的麦克已经闯进了飞机场指挥中心 他拿枪威胁塔台 让文森特的专机临时改变降落跑道 此时的兄弟俩已经站在了对立面 泰罗走上前带走了文森特 林肯告诉麦克不该来这里 自己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整个家庭 兄弟俩的第一次交手 以林肯的获胜而告证 但麦克也绝对不会这么同心 基地里 T-Bag看着被将军软禁的老母亲照片暗自流泪 思前想后他再次向将军告明 说希拉正在林肯老妈的手 不久后 林肯三人将文森特带回基地 可不管如何拷问 文森特都表示自己并不认识蒂 也不知道希拉是什么东西 声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而已 然而翻遍他的全身都不见手机 原来在下车时 麦克已经悄悄将其偷走 在他的邮箱里 发现了蒂娜和他之间有二十多封邮件 看来此人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一个聪明的脑袋瓜 即使不用来越狱 也能干很多其他的事情 麦克用抢来的手机打给了公司大王 也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克里斯蒂娜 要求他交出希拉 但对面早已定位了麦克的位置 不多久 就带着几名保镖杀了过来 可来到这里才发现 仓库里并没有麦克的踪影 与此同时 躲起来的麦克 悄悄潜入了他们的车里 将一包白色粉末塞进了空调孔内 然后故意开着自己的车 在仓库外急驰而过 眼见麦克要逃走 特工们赶紧上车追的 然而刚刚启动车子 空调里就喷出了白色的烟雾 所有人都被熏得晕头转响 还没来得及下车 就已经全部晕倒过去 麦克上前几击中全撂倒特工 然后抱起昏迷的母亲 塞进了后备箱 等克里斯蒂娜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而对面坐着的正是自己的儿子麦克 麦克开门见山逼问希拉藏在哪里 但蒂娜又怎么可能轻易开口 他本想用亲情打动麦克 发现不管用后 又开始挑拨麦克和林肯的关系 直到此时此刻 麦克才知道 林肯并非自己亲生大哥 原来 林肯的亲生父母也是公司的特工 在一次任务中双双丧生后 当时也是公司特工的麦克父亲 将三岁的小林肯收养 但克里斯蒂娜并不喜欢这个孩子 觉得他天生憨头憨脑 对遗传自己超高智商的麦克 是偏爱有加 这也就间接解释了 为什么在第一季中 林肯都要被处决了 身为公司大佬的蒂娜 却没有现身 可蒂娜低估了林肯在麦克心中的分量 当初一句 我会救你出去 麦克就自毁前程赴汤蹈火 带着哥哥一起粤语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兄弟情 不是一句非轻声的就能夹然而止 麦克大声呵斥 以抛家弃子溃为人母 而林肯含辛茹苦 把我带大功我读书 即使他不是兄弟也胜似兄弟 眼看无法挑拨兄弟俩的关系 克里斯蒂娜又想分散麦克的注意力 说林肯正在一点点走进自己布置的陷阱 麦克一听顿时急眼 他深知眼前这个狠毒的老妈子 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于是硬生生将他拽到卫生间 暴力逼迫他说出究竟想把林肯走 蒂娜交代出 林肯会按照自己的计划 一步步前往能源会 如果你想救他的话 就赶紧前往大会所在的酒店吧 虽然知道蒂娜所说的话虚虚实实 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麦克只能支身前往酒店阻止这一击 临走前将枪留下来叮嘱萨拉 如果你婆婆想要逃跑的话 就直接开枪射杀 而在麦克抓住老妈的这段时间 林肯一伙人一直在审问文森特 可对方就是嘴硬说不知道希拉是什么 就在林肯愤怒的准备开枪时 将军突然赶到 见到将军的第一秒 文森特就彻底损了 原来他已经当了公司的21年特工 现在已经倒向了蒂娜 这次就是来为他工作的 威逼之下 文森特终于到处自己只知道 蒂娜居住的酒店 并不知道希拉藏在哪里 临走时 马红鄙夷的看了一眼 告密着 T-Bag 将军还故意将他留下 从T-Bag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他似乎还有一点小小的内疚 林肯几人来到蒂娜居住的酒店 可这里早已经人去楼空 几人到处翻掌着 林肯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收据 泰罗也发现一张 印有DMB字样的信封 林肯让将军询问 文森特DMB是什么意思 在特工的逼问下 文森特终于说出这是一家银行 几人又急忙来到银行 用国土安全局的证件 威逼银行经理打开6468的保险箱 旁边的员工称 这个保险箱一分钟前 就被一个男人驱走了 几人赶紧追出去 果然看见一个特工 迎遮装有希拉的箱子 三人在后面穷追不舍 然而这个特工走走停停 还生怕几人跟不上 不久后 三人被成功勾引到 召开能源会议的酒店 马红觉察到不对劲 但直头直脑的林肯 眼见希拉近在咫尺 不过马红的劝阻跟了进去 马红发现门口停着一辆 没吸火的车 进去一看 发现这辆车居然是以林肯明一族 里面还有他们几个人的证件 很显然 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阴谋 酒店里能源会议已经正式开始 印度总理的儿子 作为外交部的身份登台发言 正要宣布希拉这项技术的时候 高出的杀手忽然端起狙击枪 直接将总理儿子杀死 诡异的事 杀人后还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弹 而克里斯蒂娜的今天阴谋 也终于浮出了手 为了将价值连城的希拉 卖出更高的价格 他不惜不杀手 杀掉了印度国家政党 然后栽赃给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林肯 等麦克赶到会场已经为时已晚 眼见警察已经将所有出口捕死 兄弟俩只能猫在角落里苟延残喘 与此同时 拥有超高智商的母亲克里斯蒂娜 绝不会这样束手就擒 他环视四周 试图找到逃出去的班 几分钟后 守在门外的萨拉听到蒂娜的喊叫声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萨拉只能拿起枪 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卫生间门 本想和这个准婆婆搞好关系 可万万没想到 蒂娜劈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莫名其妙的容骂 这让萨拉万分气愤 直接用力地关上了房门 但她不知道的是 一条细线将墙边的挡脚拽了下来 蒂娜捡起挡脚戳开胶带 然后故意发出声响 再次引来单纯的萨拉 萨拉开门的一瞬间 就被恶毒的婆婆夺过了枪 蒂娜将儿媳妇绑在桌子上 本想开枪将其射杀 但萨拉一个无意识保护肚子的举动 引起了蒂娜的注意 同样是怀过孕的人 蒂娜一眼就看出 她已经怀上了麦克的孩子 最终 仅存的那点娘心 还是让她放过了萨拉 成功逃出来后 老妈子操纵媒体大肆报道 说麦克兄弟俩收了巴基斯坦的钱 策划了这起国际暗杀 电视机前的将军 一看这架势大吃一惊 立即洞穿了克里斯蒂娜的惊天阴谋 原来她这是想挑起战争了 印度正要被刺杀 印度肯定会买下希拉发动战争报复 紧接着 俄罗斯将加强边境防御 不到一年的时间 欧洲中国美国全都会牵扯进来 到时候 克里斯蒂娜就能把希拉卖给这些参战 成为一个独步全球的武器贩人 将军顿时震动 知道被蒂娜耍了 他立即命令德力干将 前去救麦克二人 因为他们兄弟俩知道公司太多的秘密 如果两人被抓到的话 保不准他们会对警方躲出什么 将军毕竟手眼通天 靠着政府里的关系网 搞到两身警服 将兄弟俩顺利从会场带了出来 回到酒店后 将军对他们是极其失望 决定杀鸡警侯 通过抽签的形式 随机杀一个人 很不幸泰罗中奖了 正要开枪将其射杀 结果他一把推开杀手 然后从几十次高楼跳下 将军猜得没错 此时的克里斯蒂娜 正在和印度总理交谈 被刺杀的人正是他的儿子 儿子的死让他失去了理智 总理打算用希腊技术 向巴基斯坦发起战争 不久后 他将一张7.5亿美元的支票 交给了克里斯蒂娜 蒂娜也沉默 四小时以内会把希腊的数据转移过去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印度总理刚刚离开房间 蒂娜又让手下联系巴基斯坦 称他们也许也会对希腊感兴趣 就连手下都看不下去了 劝他不要一只脚踏两只船 而麦克也大致猜到了 老妈子接下来的行动 如果希腊已经被出售 那么就肯定要收钱 这样一笔 巨额交易 肯定要通过海外账户电汇 一般的国际电汇要三个工作日 老妈子肯定等不了 除非是美联储授权银行 才会立即生效 克里斯蒂娜在彻底消失之前 必然会去银行取一小部分钱 以确认钱到账 也就是说 只要紧盯着当地美联储授权的银行 肯定能带到来 麦克三人急忙赶到银行 发现老妈子还真在里面取钱 保镖旁边放着的正是希腊 可问题是 兄弟俩是通缉犯 一露脸的话 警卫肯定就会立即开火 三人直接蒙面再次去抢银行 冲进去抢走了希腊 临走前 林肯还不忘问候一下老妈 可装逼往往要付出代价 正是这句问候 让地内洞穿了三人的身份 他立即让埋伏在门口的 为了掩护麦克两个逃跑 一番激烈的强战 店后的林肯被特工团团围紧 而另一边 为了防止麦克拿到希腊后 不交给自己 将军让T-Bag将萨拉招了过来 此时的麦克和马虹 已经跑到安全地方 打开箱子 里面正是完完整整的希腊 正在麦克长舒一口气时 将军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在电视上看到银行门口 我拼的新闻 知道麦克已经得到了希腊 将军用萨拉威逼麦克 如果不将希腊交给他 就等着给萨拉收尸 然而刚挂断电话 老妈子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不过克里斯蒂娜更狠 直接照着林肯 费部边缘补一下 让他拿价值7亿美元的希腊 去交换 是就爱人还是大哥 麦克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理论上讲 双方必定有一个人 会因为他的抉择而成为牺牲品 但理智的马虹提醒他 你哥哥林肯快要失血过多而死了 最好先考虑救他 毕竟我们现在有一个优势 就是两方都不知道 还有另一方握有人质 我们可以利用时间插个个击破 麦克采纳了马虹的建议 立即给母亲克里斯蒂娜打句电话 约他半小时后 到集装箱码头准时交易 麦克率先来到交易地点布置炸弹 准备随时将恶毒的老妈送上西天 不久后 蒂娜带着保镖出现了 麦克也看见了被靠在车上的林肯 他让老妈跟着自己去取希腊 想引诱他扯断系线引爆炸弹 哪知道蒂娜突然停住了脚步 此时 码头上的工作人员 发现了麦克的通缉犯身份 立即报警 眼见警察追了上来 蒂娜急忙让保镖过去夺取希腊 刚刚触碰到系线就被炸了 蒂娜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亲生儿子居然想着他于死地 愤怒的蒂娜咒骂林肯 却不小心将萨拉怀孕的事情说了出来 与此同时 印度总理电话打了过来 问他为什么还没把希腊交给自己 蒂娜万分焦急威胁林肯 如果麦克十分钟内没有打来电话 就一枪崩了你的脑袋 另一边的将军也打电话给麦克 询问希腊为什么还没有送到 如果一小时内还看不见 就让T-Bag尽情地玩弄萨拉 时隔多日 T-Bag又一次掏出了他那邪恶的口袋 挂断电话后 麦克又立即给蒂娜打去电话 想要确认林肯是否还活着 为了得到希腊 蒂娜只能将手机递给林肯 麦克让林肯随便给个有用的信息 以方便自己去解救他 可林肯摇了摇头 并将萨拉怀孕的事情说了出来 让麦克放弃自己赶紧去救萨拉 一听到这句话 知道自己即将失去筹码 蒂娜立马抢过手机挂断电话 然后脱下高跟系 狠狠插进了林肯的伤口 印度总理迟迟没有收到希腊 于是告诉蒂娜自己要返回印度 这次交易取消 蒂娜苦苦哀求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但总理根本不听她解释 直接挂断了电话 愤怒到发狂的蒂娜 拿枪对准林肯 称她毁了自己一笔7.5亿美人的生命 正要开枪时 马虹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马虹告诉蒂娜 麦克已经拿希腊去交换萨拉 但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 如果你能解决掉 将军派去监视我前妻的人 还能保住林肯性命的话 我就去帮你夺回希腊 蒂娜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这笔交易 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 与此同时 麦克给将军打去电话 让她20分钟后 带上萨拉在一个停车场交易 可谁知 将军并不打算带上萨拉 因为她根本就没打算 让麦克活着离开停车场 然而等将军赶到约定地 并没有看见麦克 打开角落里的箱子一看 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影 将军终于反应过来 他们就是中了麦克的掉火离山之计 于是急忙向老巢赶去 此时的麦克正在去解救萨拉 趁保镖不注意顺着阳台爬上去 房子内的T-bag跃跃欲试 刚准备解开裤子 就被麦克一棍子薅在了脑袋上 愤怒的麦克本想杀了这个变态 却被萨拉拦了下来 她不想附中的孩子 还没生下来 就成了杀人犯的孩子 而另一边 马虹也见到了蒂娜 她将希拉交给对方 可蒂娜称要验证希拉的真假 于是先将马虹关了起来 正好也就见到了受伤的林肯 原来麦克早就和马虹商量好 自己去救萨拉 马虹去救林肯 麦克将希拉交给马虹前 已经取出了希拉的核心部件 当手下检查希拉时 发现根本连接不上电脑 他们不知道的是 希拉内部已经安装了定时炸弹 马虹本想直接引爆 万万没想到 关键时刻遥控器居然失灵了 蒂娜打开房间 询问为什么希拉数据打不开 马虹一脸无辜的来到电脑前 趁两人不注意 手动开启了炸弹 她猛然起身 两拳放手 又一脚将蒂娜踹翻在地 然后急忙跑进了房间 蒂娜也在起 一把拉着 充当实用 麦克成功救出女友 萨拉以及哥哥林肯 并且得到各方势力 都在追逐的希拉 满盘结束的将军勃然大怒 他把这一切的责任 都怪在鸡肋的T-Bag身上 怪他连个柔弱的萨拉都看不住 正在将军准备拿枪干掉他时 萨拉望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 深知这是唯一活命的机会 T-Bag赶紧接起电话 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好久不见的苏克雷 苏克雷想知道麦克的下落 T-Bag谎称他们被抓走了 并说在电话里说会被窃听 和苏克雷约定了地点当面谈 挂断电话后 T-Bag转身告诉将军 苏克雷是麦克的铁哥们 只要抓住他就一定能引出麦尔 在保镖的监视下 来到约定地点见到了苏克雷 T-Bag也不管弯抹脚 直接让苏克雷识相的话就跟自己走 他指了指左上角 称自己后面坐着的 是公司的一流杀手 分分钟就能打爆你的口 然而话还没说完 顶尖杀手就已经死了 T-Bag回过头 发现用枪指着自己 正是当初狐狸和监狱的老黑本杰明 可本杰明和苏克雷 又是怎样混在一起的呢 原来自从苏克雷和林肯道别后 就一直和女友过着 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 这天走在马路上 突然遇到一个老熟人 本杰明信誓旦旦 自己是来帮助他们洗脱罪名的 因为就在不久前 自己在机缘巧合下 认识了一个神秘大人物 他想让苏克雷联系上麦克 只要能将希拉交给这个大人物 就能抹掉所有人的犯罪记录 到时候我们就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苏克雷半信半疑 直到看到这个人后 才真正相信了老黑的话 本杰明从TBAC身上搜到萨拉的手机 立即将麦克的号码发给了神秘人 另一边 麦克四人拖着重伤的林肯 裸进一间废弃的仓库里 如今的他们不仅是通缉犯 还被将军和克里斯蒂娜两方势力追杀 但即使这样 麦克还是下定决心 销毁这万恶的根源希拉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原来神秘人正是前两季里 已经死去的特工卡洛曼 卡洛曼称 自己当时被麦克父亲的组织损救 从那以后就一直跟着他们工作 今天五点钟 有联合国的专员到麦阿密 我们已经和联合国合作 只要你将希拉交给他 你们所有人的罪名就会一笔勾销 并且承诺 会将希拉所有技术造福于人类 被骗过无数次的麦克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毕竟 这个人曾经多次追杀自己 此时林肯的枪伤越来越重 再得不到有效治疗 只能流血至死 众人急忙带他前往医院 又不是通缉赞的萨拉进去偷手术器材 可刚刚得适 车窗玻璃 就被将军的保镖砸碎 原来 杀手根据麦克的手机定位找到了这 几人再次被带到将军面前 电视画面里正是林肯的女友索菲亚 将军威胁麦克 如果半个小时内 不交出希拉 索菲亚就会成为一具死尸 但将军不知道的是 有两个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情练 苏克雷二人通过逼问墙头草 T-back 找到这 麦克也威胁将军打电话放了索菲亚 当看见画面中的索菲亚离开后 麦克本打算杀了这个 让所有人陷入深渊的罪魁祸首 但却被苏克雷拦了下来 他提醒麦克 我冒着危险来救你 不是为了报复 而是为了洗刷冤屈和清白 最终 将军被他们绑在扶手上 听着外面传来越来越近的警惕声 众人拖着奄奄一息的林肯 急忙离开 眼见警车追了上来 好兄弟苏克雷又一次挺身而出 他驾驶另一辆车赶着 为麦克等人争取了逃跑时间 苏克雷被抓 林肯身负重伤危在旦夕 走投无路的麦克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卡洛曼身上 可对方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林肯提醒麦克赶紧关机 刚刚将军正式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他们了 然而话还没说完 母亲克里斯蒂娜就在揉手下杀了他们 一通火力压制后 蒂娜举着枪到处翻转 果然在柜子里找到了希拉 正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麦克突然起身威胁母亲放下希拉和武器 蒂娜笃定麦克不会杀自己 但万万没想到 对他恨之入骨的麦克真的扣动了扳机 可惜枪内竟然没有子弹 关键时刻 萨拉从后面开枪击倒伯伯 结束了他的生意 蒂娜的子弹也打在麦克的肩膀上 为了赶在五点前将希拉交给卡洛曼 麦克没有治疗就直奔目的地 一路上他左辜右盼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让他提心吊胆 接近目的地时 两个男人将他拦了下来 被押到办公室后 麦克终于见到了卡洛曼和联合国专员 他将希拉交给专员 可连接上电脑 却发现里面似乎少了一个部件 直到此时 麦克依然对卡洛曼心存芥底 因为希拉承载着太多人的生命和自由 他不会如此轻易地 将其交给还不太熟悉的陌生人 在卡洛曼的再三劝说下 麦克颤抖着将带血的零件 安在了希拉上 事实证明 他这次终于赌队了 没多久 卡洛曼就将越狱天团的老朋友 全都聚集于此 众人签署了豁免协议 所有被公司挟持的人质 也全部过去 无数个日夜的挣扎和逃亡 凝聚成此刻的心酸与感慨 他们彼此相拥而弃 这次总算是彻底自由了 卡洛曼告诉众人 另一个房间的T-bag 也要求圣母 说他也帮忙找到了希拉 卡洛曼没有明确答应他 而是将选择权交给了越狱天团投票票 T-bag毫无悬念地被众人全票 投进了狐狸和监狱 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麦克和萨拉漫步在沙滩上畅想着未来 可萨拉笑着笑着 笑容顿时僵重 原来 麦克的鼻孔中又涌出了黑色的鼻血 看来是癌症再次腐化了 两个人不敢往下想 只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时光飞逝 转眼间四年过去 马洪和曾经的下属黑锦中成眷属 林肯和女友索菲亚 在海边开了一家冲浪店 他们现在唯一牵挂的 大概只有小林肯的学艺 苏克雷和老黑本杰明也各自家庭美满 卡洛曼因为整款公司 成了正坛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 泰罗因为逃跑 跳进河里摔成了植物人 将军最大恶极 终于坐上了林肯差点坐上的电影 熟悉的狐狸和监狱 T-bag再次成为这里的老大 身边还是不缺一个牵着口袋的小跟班 落日余晖的沙滩上 落日余晖的爱情结晶 以及越狱天团的几个老友 重聚于此 在迈克的墓碑前寄托埃斯 对林肯而言 他是赴汤蹈火 真挚热忱的亲人 对于苏克雷 他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兄弟 对于马虹 他是高山流水 惺惺相惜的朋友 对萨拉和孩子 他是把一切躺在肩上 拼尽一切的丈夫和父亲 而越狱第四季的故事 也在所有人的释然中 完美地落下帷幕